我們來看一下,所以剛剛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廈門街這邊就不要出現是公式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 廈門街三個字 那這樣的話 其實呢 檔案的容量就會差很多了 不然的話剛剛一堆 每一個都一堆一堆的 那這樣的話全部你的 檔案就會變得很龐大 OK,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第二的話我如果今天希望 所以這個今天的練習就是按下它 它會先怎麼樣,先清掉資料,然後再下載 並且插入三個欄位 然後幫我把資料都填上去 那不過前面這個有沒有 這個 跟這個還是前公式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也把它變成 填最後的結果 當然可以啊 怎麼做 請各位自己去想想看 有沒有這個你想說 老師那我這邊不要用那個 公式 那其實它為什麼填公式 其實就在哪裡 在這裡嘛 這兩行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兩行改成什麼 改成跟剛剛底下這個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也許再加上一個SUB 如果假設你要改的話 你第一步 可以加個SUB 那SUB的名稱叫什麼 乾脆叫年好了 也仿照剛剛那個 那這個年的話呢 Enter一下 那裡面做什麼呢 一樣是forI 等於 那個什麼呢 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NAS一下 那我們 其實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 把它 抓前面 三個字 放到這裡 那這邊 放到這裡 怎麼怎麼放呢 當然目的寫在前面 所以喔 這邊的話是 Sales I列的什麼呢 I列的D欄 記得喔 目的 要放資料寫在前面 等於什麼呢 等於來源在這裡 這個 這個是 其實我的習慣是拿這個來call call過來 這個C 但如果你現在這樣寫的話一定是 只是把資料call過來 可是我不是喔 我是要把這邊的資料的前三個字 call到這邊來就好 所以前三個字你就在這邊加什麼 加labs就可以了 因為vba裡面 一樣有labs函數 然後呢 把它切幾個 切三個 好 做完了 那再來你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sub 放到這邊 跟這邊一樣改的方法 把這兩行 註解掉 註解就前面加單引號 這個 這個工具列是從這邊出現的 按右鍵有沒有 編輯 OK喔 因為同學可能找不到了 出現應該它會是 浮動在上面 我習慣是把它放到裡面來 這樣子 如果你要取消就是這樣 這邊 註解 取消 這個功能滿重要的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很簡單嘛 底下就是把它call call什麼 call粘就好了嘛 這樣就寫完了 這樣就寫完了 那把它run一下看看好了 OK這邊設中段點看看 然後再重跑一次 先清掉資料 然後讓它跑一下 再來插入 欄 插入欄之後這邊 有沒有 call粘 F8 跳過來 有沒有 然後一個一個 有沒有100 有沒有一模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裡面的資料 它會是 數字 而不是公式 最大差別在這裡 但前面的話呢 我們用的是公式 所以把它執行 然後全部跑完 OK 然後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邊的話 其他區 你們如果要做 也可以用通常的方法 關鍵就是這兩個 所以你 這邊你要再寫個SUB SUB 然後一個區 有沒有 然後 再把這兩行 一樣註解掉 然後去call那個 區 這樣大家就會 有類似的效果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我做一次 這邊 一樣嘛 粘有對不對 然後一樣 再加個SUB 然後再加個區 那一樣啊 區 之前是 向下填滿 有沒有填滿的話 它裡面是放公式 可是呢 我看到這個公式 我就覺得 礙眼 我就不喜歡啦 因為當然 如果你向下填滿 寫這樣是最簡單 可是它會變成說 將來很佔空間 資金效率不好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的方法 一 請你把什麼 先增加個區 然後呢 把它全部 用 程式的方式寫出來 那 其實這個都固定了 範圍 範圍固定 跑回圈嘛 然後把什麼 把哪一欄的資料 放到G欄 所以這邊應該是 目的寫前面 放在哪一欄 放在G欄 有沒有 從哪邊抓資料呢 從這個 應該是 F欄吧 地址應該是F欄 所以這邊把F欄的資料 抓過來 那抓的公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 MID 所以MID什麼呢 MID F欄 那F欄裡面的話 是第幾個字 一樣嘛 從第 1、2、3 第4個字 取3個字 所以如果 VBA寫的話 其實跟 在那個 Excel 類似 F欄裡面的 豆點 它一樣的 參數 STAR 哪個字開始 從第4個字開始 豆點 底下有沒有 出底字 LAX LAX是 幾個字 三個字 所以 輸入3 後括弧 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又得到一個區了 有沒有 那我一樣可以在這邊怎麼樣 再 把這兩行 把它註解掉 這裡的話呢 你可以扣 扣區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應該全部都會變成 不是公式輸出了 OK 所以扣 年 扣區 扣街道 OK 那直接 把它全部執行過 先清掉資料 然後下載 然後讓它全部跑 跑完看看 這個 就不會是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全部都改過了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剛剛 除了入街道之外 變成全部都改了 OK 所以 那個 除了入街道之外 年跟區 其實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 改成 就是 不要 我把它貼 我一樣把 剛剛我寫的貼到雲端好了 雲端上面的第13頁下面這邊 那將來的話 你們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該註解掉的註解 你用扣的方法就OK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要改那個 插入欄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就是可以 把 我一樣把那個插入欄 修改的部分 一樣把它貼到雲端上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就是把 那個Range 比如說向下填 所以你改完之後 其實基本上 就是不會有像AutoFill的這一個 也不會有那個插入那個公式 的部分 所以就是 這樣應該相對是簡單 所以插入欄的部分 我一樣有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一樣是在第13跟第14頁的地方 剩下重點 其實 這這 cover 試駆 誰 是 有 αυτ 就 aprend 去